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世间一切法一定要随云 不能有丝毫的勉强 不能被外面境界所动摇 不随云一定就是攀云 攀云把我们的功夫全破坏了 所以佛常常教导我们随云不攀云 随云的时候 这有顺境有意境 有善云有误 自己也要用智慧去责发 我应该如何随顺 用什么方法来应对 这都是有智慧的 决定是自他念力 有很多人不懂 不知道利他是真正的自利 自利往往的时候 害自己对他人也不利 我们常说了 用错了心 为什么会用错了心 还是迷而不久 就决定不会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 这修佛 一定要把我放下 你看看 近四番道里头 见烦恼第一个 身界 六道凡夫 哪一个人不执着身是谋论 有这个念头 肯定就有自私自利 这是六道凡夫的痛病 第一大病 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上 不知道啊 甚至是假的 佛对这个事情 大小沉浸问里头 不知道受了多少 我们总是不能够觉悟 总是不肯放下 总是不肯放下 这些人在其中 纵然 百分之九十九 是物与社会大众 里头有一分自私自利的念头 你的功夫破坏了 不蠢了 这不存 严重到什么程度 严重到功德权物 福德有 你是做了福德 功德没有 还有这些人 你不要 不要 让我来 这个人 是 怎么做的 和你 是 那你 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